习惯在大城市生活的我们,晚上穿梭于灯火通明的道路 难以想象需要磨刻回家的情况 苗圃行动在内地,支援教育的同事也关注社区发展 发现在偏远的农村,设备仍有待改善 农村的道路弯多路窄,晚上没有灯灯照明容易造成意外 有见及此,苗圃行动发起灯光照万家项目 为村民安装太阳灯灯,让小孩清晨时,无需磨刻出门上学 没有灯的时候,出现的不方便,做什么都是很麻烦 晚上出来,有些老人走在沟路边,跌倒过也出现 还有开摩托,轨弯,有些茶路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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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州农村远万毛村九百户村民,一直居住在没有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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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在社区中心组装 之后 运到指定的地点 装上灯柱 灯柱 就会预先摆放在指定的位置 安装路灯的地点 都经过详细考虑 以达至最佳的效果 我们一般就是 路口比较窄 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 不是靠近大路 就是有点偏僻的地方 那样就是出行就比较方便 观赐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的方针 村民在专家小组的指导之下 亲自安装路灯 大家为了搞这个路灯 大家都很习惯 很满意 每家每户都是 只要熟得到 各个都是来参加的 村民非常投入 改善村庄环境的工作 倾注全力 分组安装灯具 并且设定太阳能板的最佳方向 我们在通过指南镜精卫以后 找到西南210度 这个方向更便于太阳能 更充分的充电 每天把电充好以后 它能更完美更高下的工作 只是花了一天的时间 村民就将村庄主要道路的 太阳能路灯 安装妥当 夜幕低垂 光感应开关监察环境的光暗 发现天色转暗 太阳能路灯自行启动 将道路照得通明 像这个我们的宴场 原来是没有合合的 像在装饰露灯 大家都是在这个 文艺活动 晚上很方便 大家都是很适合 还有晚上出来 因为在做分散 他们过来在活动时来集中 走过来也不少用灯筒 也不用走 像就亮着了 很方便 大家心中都很满意 有灯真的很开心 感觉很好 安全 太阳能路灯 除了解除道路安全隐患之外 更加照亮了公共空间 为村民提供晚饭后 闲话家常的地方 同时可以举办各种的文娱活动 将课堂的教育 从学校伸延至户外 和生活连成一体 村民为了庆祝 以后晚上都可以安全出行 更加举行 溝火晚会 和安装人员 和香港到云南的工作组 一起庆祝工程完成 苗普行动 希望能够照亮更多乡村 小朋友和村民 可以安全出行 灯光照晚家 使用环保太阳能路灯 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项目 请你慷慨解囊 支持我们继续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